霍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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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好 你好 今天你这个周月 看起来就像一个幽默的演奏 从 开始我们可以讲到结尾 里面 参加的 最幽默的单元 还有 你的表演 所以我们觉得 都很欣赏你这个演出 所以你今天晚上的这个 节奏算是成功的 恭喜 那今天晚上你的这个表现 以内容方面来讲 你今天晚上讲的是 齐 陶秀的前奏 这个前奏就是 其实是准备工作 所以从你的那个整片的演奏来讲 我觉得你在讲的是 大家在 在准备那个旗袍的准备工作 上来一些 显示出来的一些心态 比如女人的 爱美的心态 还有一些 财购员 就是 贪小便宜的心态 因为啊 买小的 都买大的不是买小的 这个我们都看得 听得出来 这个是一个 所以啊 你这篇演说来讲啊 从头到尾啊 整个都是在讲这个旗袍 啊 准备 准备学校 其实你这个演说 如果大家能够在内容上面啊 教一些 旗袍所带出来一些 我们所讲的 中华 服装文化啊 的一些 就能够显示出 女人这个 二楼多知的体态啊 还有 在整个 前座方面啊 如果 当然在 准备这个心态方面 还有一个 很多样的工作就是 整个的准备啊 包括总贸部的准备工作 能够一起带出来啊 你这个场面 你会更加热闹 那你整个表现来讲啊 我觉得 算是不错 不过我还觉得 你在这里还是有点 稍微够放 有些 在讲预谋 演讲的时候啊 就是要不要放 放的话 则说一些动作 比较夸张 要放大 就放大 那些要 依然都知道要放慢 或者要停的话 让观众 笑的 让女人心心下心啊 那个场面会更加热 我 几个例子 比如说 在 中间说 女人身上 一堆肉 比如说 你这个一堆肉啊 这个发张一点 那么 停一下 让观众笑了之后 再继续你的演讲 啊 买大 不如买小 不如买大 价 一样啊 那这些在我们想 遗养动作方面的运用啊 如果给它发张一点 那么你这个 整个的效果会更加明显 还有就是一些肢体的方面 比如说 你啊 那个小姐 红小姐 红小姐 这么拉 这么拉 所以啊 动作不能给它大一点 那么你整个 我说讲 幽默的 单元就会更加强 那建议方面 我觉得也 音量会小一点 因为有些地方 我们听的不是很清楚 那其他的方面 我觉得 在这个 幽默演讲 的演说里面 你把这些 不管是肢体演 或者一样都做到单元 然后再加强 那么你这一篇演说 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演说 恭喜 谢谢